你要怎麼選擇? OK 我們現在考慮一下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前幾次合力不為0 然後打瘦力 我們剛剛講說如果是合力不為0 或是不瘦力的話 他就成慣性運動 所以慣性運動跟非慣性運動差別在哪裡? 這樣看 慣性運動跟非慣性運動差別在哪裡? 欸同學 慣性運動跟非慣性運動差別在哪裡? 有什麼運動屬於非慣性運動? 不是 我們現在不管力了 一直衝一直衝 衝很快就停不下來 一轉一轉一轉 那我問你啊 如果他速度很大就是慣性運動嗎? 沒有一定 什麼情況不是慣性運動? 就是他會改變狀態 改變什麼狀態? 運動動 什麼叫做改變運動狀態? 就是RMA我打你一下 我停止打你一下 我又打你一下 我停止打你 我可以打你 這真的不夠具體 你要我打你一下 你打我一下 停止一下 這什麼動作 聽不在哪裡? 什麼叫做運動狀態? 我們後來運動狀態這四個字 運動狀態 什麼叫運動狀態? 就是動 先講一遍 就是動 運動狀態指的就是運動的狀態 對不對? 我們重點只看著運動 所以運動什麼叫運動? 什麼叫動? 東西在動就叫運動 靜止雙邊運動 算 算是他速度為0 算運動的一種 只是速度為0 對不對? 所以我們知道 運動要來指的就是他的速度的狀態 他現在速度的狀態 我們講慣性運動 慣性運動的運動狀態是怎麼樣? 慣性運動的運動狀態是怎麼樣? 當我吹馬黃是啥? 馬黃 受力 來五個人 馬黃 持續移動 跟我退出去的方向一樣 OK 持續移動 他剛剛講的是 他講說他吹了他 但是有受力 但是受力完之後 他已經不再受力了 這時候他成為冠性運動 這時候馬黃 呈現一直不斷不停止的直線運動 這個速度是等速度的時候 這個叫做 慣性運動 對不對? 我們要把鏡頭移到 從內 趙忠推他的那一下 所以說簡單來講 趙忠推完馬黃之後 馬黃成見慣性運動 那在推他的態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情? 趙忠推他 就是非慣性運動 非常好 非慣性運動 他推他的時候 叫做非慣性運動 他什麼叫做非慣性運動 他跟後面的慣性運動 他跟後面的慣性運動什麼不一樣 他受力了 我跟他受力 所以他承受他運動 有什麼不一樣的 他加速了 他加速了 對不對 他從禁止不動 所以他一把 他開始加速 加速到力量離開他之後 他呈現慣性運動 大家可以切開來看嗎 在趙忠推馬黃的時候 他也送一個力給他 所以馬黃受到一個力 受到一個力之後 他呈現非慣性運動 到力量離開他身上 他已經受力了 受力之後 馬黃呈現 慣性運動 合力吧 會繼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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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慣性運動 所以在受力 停止之前 就是他在受力的過程當中 他呈現一種非慣運動 悲慣運動 悲慣運動 就是一種加速運動 所以只要有加速度的運動 就是悲慣性運動 而且有加速度的情形 都伴隨在什麼時候發生 有加速度的情形 有加速度的時候發生 我跟他加速度 你怎麼變這樣 就是吃力啊 對 有加速度的情形 都伴隨在有受力的情形 所以我們把悲慣運動 反過來講 合力不為0的情況之下 有受力的情況之下 這個物體形成 非慣性運動 什麼叫非慣性運動 簡單來講 就是有加速度 或是有減速度 我們不要刻意講減速度 因為減速度跟減速度 只是方向相互 沒有 可是像我這樣 讓我讓我的水果活動起來 我在內裡 像是冠軍運動吧 不算 我可以冠軍運動 因為在地球表面 要形成冠軍運動 反而不太容易 因為受動就有受力 像在地上的運動 他就受不足力 可是簡直要 他變慢 變慢有的話 不可以改變慢 然後他什麼變慢 變慢 但是加速度是當 你是反媽這樣 不是當我 加速度反媽這樣 等一下 我講 我們看不到速度 我記不記得速度 Oh my goodness 假設T等於0的時候 我的速度這麼大 T等於1的時候 我的速度 變成這麼大 T等於2的時候 速度會變多大 我不知道 你要做我想知道 基本上我們是賠償 我不要做 假設這是等速度 我們可以從他插一心來看 T等於2的時候 速度會變成 怎麼看 加速度來看 對啊 假設等速度運動 等加速運動來看的話 他每個時間 速度會少這麼多 下個時間速度會少這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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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變靜直 所以下個時間 T等於3會變什麼 靜直 我們再踢往下看 會變成 這麼多 對不對 他這個會變速度的方向流口 可以啊 所以請啊 這個狀況之下 速度在這邊以上 速度假設 速度是大於0 從這邊以下 速度是小於0 對不對 那在這邊他所提到 加速度是怎麼樣 是大於0還是小於0 加速度大於0還是小於0 小於0 小於0 對不對 是不是加速度 有很多小於0 因為加速度這麼多 是不是 他一直每秒都速度變化這麼多 這個方向是不是小於0 那這就是 減速度運動 減速度運動 減到後面會讓他變成 副方向的加速度運動 副方向的速度 你看喔 我這盆米往上丟 往上丟 他瘦的力往哪邊 上面 往上丟 他的瘦的力會往下 我這個方向的速度 我只有推他那一桑 現在有在錄影 有現在錄影 鋪尾 後來九一看起來非常的專業 對 好 速度是這個樣子 這個我們剛剛講過了齁 我這個粉底往上丟的時候 在丟 在往上推當然他有收到一個力 我的手在撕一個力對不對 我手在撕一個力讓他從鏡子 變成怎麼樣 變成往上飛 你看是不是他速度跟加速度 跟我的力量都同一通向 所以加一個速度好像很容易解決 再講一遍 然後飛起來的時候我這邊加了一點速度 然後很容易解決 當他離開我手的那一刹那 我手的對象施力 我手的對象施力 離開我手的那一刹 離開了我手的那一刹那 離開之後手就沒有對象施力了 這時候誰對象施力 地球施力往方向哪邊 往地板 所以他收到一個加速度往哪邊 往下 他速度往哪邊 速度是往上 這樣離開之後他速度往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速度會越來越 越來越慢 我本來有這麼大的速度 等於收到一個加速度是往這方向 速度越來越慢 慢慢某個程度速度會變多大 要變0 那加速度 那邊的速度不只腳先變0 那接下來是往下走 速度他也要往哪邊 速度往哪邊 速度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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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越來越快 是不是合理 合理 所以我們通常不講減速度 我們講下速度 因為減速度是加速度的往上向 可以啊 像摩擦力不一定有減速度 我再往前加速度 我會讓摩擦力更加速度 對 摩擦力會讓你減速度 對 它不會讓你減速 但是摩擦力是跟你的速度有關係 摩擦力跟你的速度方向有關係 好 當你速度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 小到靜止的那裡上 那時候摩擦力又有4% 所以不存在之後 它就回到你高位了 因為你沒有摩擦力了 沒有摩擦力 然後我靜止在這邊 現在我有摩擦力 你有 沒有摩擦力 沒有摩擦力 我靜止在這邊沒有摩擦力 摩擦力有什麼情況會產生 動的外力 我在動的不是外力的 我在移動的時候就會有摩擦力 我在移動的時候就會產生摩擦力 我沒有在移動的時候 我沒有摩擦力 你 或者是我譬如有受一個橫方向的力 它在摩擦力 你看到它推它 為什麼這個桌子不會動 因為摩擦力推到你大力 沒有大於我 摩擦力如果大於我 對 摩擦力如果大於我 就往那邊跑了 所以 你要追蹤力再做一件事情 只要合力不為力 它一定有什麼 一定有加速度 所以剛剛講 我推這個桌子 為什麼摩擦力會大於我 因為 它不能大於我 它大於我會怎麼樣 它大於我會移動 很合理 太神奇了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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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它大於我 不是 你為什麼往後彈 它沒有推你 是你自己手 你自己手 你自己手把自己頂起來的啊 是你自己手把自己頂起來的啊 是你自己手把自己頂起來的啊 可是我已經把他彈了 他把他給了我 他沒有反彈 他沒有反彈 你講的反彈 實際上是怎麼樣 我簡單來講 假設這個踢球 踢球本來那麼大 撞過去的時候 踢球 踢球在變形 變形的時候 這裡面有什麼 有性 有彈力嘛 它有個彈力啊 所以本身彈力要變形的時候 把它撐起來 然後它才彈回來 所以照狀態變形 對吧 都會是 你在推它的時候 是你身體這邊有個肌肉 肌肉有個彈性 它彈性變形 然後你會不會在彈性 把它往外推 實際上是你把自己身體推起來啊 懂嗎 懂嗎 你把你自己推起來 所以假設我今天是一個爛泥巴 喔 爬上牆壁 後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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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後來後來 我是爛泥巴 你不應該會彈力 因為我見過你 他沒有彈力嘛 喔 我有彈過 你也 不見的 我說不見的 不是每個都會 OK 所以 扭動第二分鐘 你懂嗎 有 大概 所以 所以 他做了一件事情喔 很有趣喔 他說 所有的東西啊 他做了結論 所有的東西只要有受力 他就一定有什麼 受力 受力就一定有加速度 所以他觀察一個現象喔 好 好 我不知道我在這邊拿出來 那你不要去那邊 去那邊 如果在一起 如果在一起 會產生糾紛 你講課程的話 那就是你不適合在一起了 好不好 不適合在一起了 好不好 你又傷害了我 他會 不要再讓別人聽唱 不適合分手 不適合在一起 不適合在一起 好 那樣正比於加速度 也就是我看到這個物體 如果加速度很快 加速度很大 比方那時候的力 很大 好 就這個現象 就這個現象 然後再發現事情喔 我如果對一個力 對一個物體施力 一樣大的力 另外一個物體 質量比較小的力 施力 哪個加速度比較快 那質量比較小 質量就是 我們就地球表面來 你可以說重量 對 我對一個物體施了一個力 然後我再對一個物體 就是重量比較小的力 同樣大的力 力是同樣大的 但是物體不一樣大 質量大跟質量小 你對一個大鐵手是力 跟對一個小鐵手是力 但是力一樣大 你覺得哪個加速度比較快 小鐵手嗎 對 對 又發現我們的加速度 正比於 質量 質量分之一 這個意思就是反比 那是什麼文化 這個只叫正比於嗎 不是啦 那不是那個分數的分數 M嗎 看不出來的馬髮 刺激不斷 有來的馬髮 M 不要偷偷 我們可以去問喔 怎麼用正確寫出來 很清楚 M 好 M M是質量 那正比質量分之一 也就是它是反比於質量 跟質量成反比 我的加速度跟質量成反比 那歷史不同的時候 那我們可以這樣來寫 A等於什麼 A等於什麼 F F 我把這寫在一起 A正比於Mg A也正比於F 對 加速度跟不種 F是力 A是加速度 加速度正比於質量分之一 所以加速度反比於質量 對 然後 加速度正比於力 對 然後加速度 等於質量分之一 對 因為 欸 好不雜哪邊不雜 可以說一遍嗎 他學會學到 想一下 對對 會不會有這個問題喔 這是力 這是加速度 對不對 OK 然後這是質量 如果你願意的話呢 我建議你去記它的英文 力呢 叫做force Forward 所以它用F在E 這是我們中國人 我們台灣人 學這個 自然科學的缺點 就是我們經過的中文轉換 我講力的時候 你就記得是力 可是當你要講 英文的代碼 就直接用F 可是你不會知道F怎麼來的 所以 我們會講塔 會中間卡住一關 所以當你記得它是 第一次force 所以我們來代碼 我們來代碼它 就可以 加速度要叫acceleration acceleration 蛤 我會使用火星一關 A C C E L E R A T I O N accel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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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加速度的意思 acceleration f 質量 那是 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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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celeration 是加速度 Force 是力量 所以你記得這種方法 你就不要忘記了 比剛剛偷茶的 什麼偷茶 所以本來是第一回首 我還下個茶的 我沒有下個茶 我幹嘛下個茶 修憶哥 都背不起來這個茶字 沒關係 我已經國中生背不起來了 誰背得起來 趙總背得起來 因為我五分鐘的話背起來 好 聽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了 我的加速度跟我們的力量成正乎 我們可以感覺到 加速度跟力量成正乎 我們可以感覺到 加速度跟質量成半米 質量越大 加速度越慢 越小 是不是這樣 所以當我們要寫一個等值的時候 就寫了m分之f 簡單來講 在這個時候力量沒有被定義出來 我們想說力量很大 力量很小 到底有多大這個大 有多小這個小 你怎麼感覺力量有多大有多小 我那時候沒有定義 在牛頓之前便沒有定義力量的大小 所以牛頓就定義了 當我 這個可以在改寫嗎 f乘mf 可以啊 好 把m乘過來 m乘mf 所以這就是我們牛頓電認中定義的概念 也就是音樂出來了 電義出來了 電義出什麼呢 電義出一個大小 電的大小 電義出一個大小 一的大小這當被電義出來了 一牛頓 因為牛頓電義 一牛頓 再有n 等一公斤的物體 質量是一公斤的物體 它受到一個力,這個力是一牛頓 它可以產生每秒每秒一公斤的加速度 一公斤的物體 如果我們看到它產生了,每秒每秒一公斤的加速度的時候 我們就說這個物體受到多大的力量 一牛頓 一牛頓的力量在作用 為什麼要一牛頓的力量 因為牛頓是定義的 那時候我現在也做一個定義,然後就變成訓練 可以啊 我們去年有人叫做一陣雨,記得嗎? 他有做出一個實驗,他說這個 是因為牛頓先發現,就是一牛頓 假如他先發現,他就叫一陣雨 好,你現在可以先發現,你叫一學臉沒有女 你叫我先教一學臉 我也有發生一個概率 只要是跟學臉有關係,女生就會討厭他 所以只要當一男生被一個女生討厭 而且他喜歡女生,我們就跟你說 這個人獲得一學臉 為什麼要用這個當作單位 那請問二學臉什麼意思? 學術上同志在哪裡,女生討厭 那我現在處於什麼? 二學臉 你先二學臉啊,這麼厲害 沒有啦 現在只有 何止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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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播陰木花刀的紀錄了嗎? 陰木花刀是五十 五十學臉 有一定會嘛 有一定會打到幾千塊 好不好? 我覺得他已經一百了 好,OK 其實這應該不是這樣,這是你定義的嗎? 對啊 你定義的應該叫一兆鐘嗎? 對啊 可是你定義的嗎? 可怕啊 你為什麼要來演描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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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力喔 這是力喔 你看這邊不是力嗎 F不是力喔 所以我們只要看來一個東西 一個質量它產生了一個加速度 我們就說它受了一個力的作用 所以簡單來講 假設我看來是物體 這個物體是3公斤 3公斤 它受了一個力 它產生一個加速度 向下 9.8公斤 每秒每秒 9.8公斤的加速向下 底層要受了多少力 39.8公斤 月月等於30公斤 29.4公斤 月月等於30公斤 30公斤 KGM出30牛頓 這個讓我聽不懂 你聽不懂 我是做好1KG 乘以1F 所以應該是1E 所以大家 三乘9.8公斤 沒錯 是右邊的倍數 等於左邊的倍數 三乘以4 應該是每秒每秒可以8 不是應該是1比1嗎 不是 它的定義說 牛頓是什麼 一公斤的東西 產生每秒每秒 一公尺的加速度的時候 它給它受了一個 牛頓的力量 所以它右邊那邊 乘起來等於是幾公斤 對 所以假設 一公斤的物體 我們發現它 產生了 每秒每秒9.8公斤 加速度 希望它受的多大力 1.8 9.8 9.8 9.8能頓 KGM 對不對 假設這個物體 改成3公斤的物體 它一樣受了9.8 每秒每秒9.8的加速度 我們就說它受的多大力 29.4 29.4 不是 不是 那種時間不太老了 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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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是不是 所以說簡單來講 希望你們現在有沒有收到一個加速度上下 有 如果你不上下 我從沒跳過地步就知道了 跳 你一定收到一個加速度上下 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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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信從座上跳下去 你們收到一個加速度像這樣子 是吧 哈哈 哈哈 我看你 我看你跳上去比較實際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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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加速度是每秒每秒9.8公尺 好了 請問你幾公斤 啊 67 80分兵 哇 欸 好 我還一直走 欸 沒關係 我要讓修益有心情出發 80是我 好 請看 這樣 你拉著我多大的速度 拉著我多大的力 8 8 8 7 8 7 8 7 不是 784 784 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要什麼 你有沒有不知道速度 我不用速度啊 9.8 我們這邊需要速度嗎 噢 我需要 加速度 我需要加速度 我需要加速度 加速度 我需要加速度 所以 地球 拉著我的力 是 784牛頓 用這麼大力拉著我 所以我已經想 牛頓就是要不然數 有多少量 C加在這種場面 對 那你不然去牛頓 不需要速度 我只需要加速度而已 我只需要加速度而已 我只需要加速度 我只需要加速度 速度 應該由加速度 累積而成 有速度 譬如這個東西 在宇宙中飛 它是等速度 速度很快 每秒 1萬公尺 加速度很快吧 加速度會贏 全看我們收益 哎呀 沒人 跟速度沒關係 跟速度沒關係 可是在瞬間 撞到牆壁 從每秒1萬公尺 經過0.1秒 速度變成0 它收到1萬公尺 它收到多少加速度 -1萬公尺 它的速度 本來是1萬公尺 它經過0.1秒之後 加速度 0.1秒 速度 0.1秒 速度等於0 那加速度多少 -10萬公尺 加速度-10萬公尺 加速度-10萬公尺 應該是-1萬公尺 10萬公尺 應該是-1萬公尺 我的速度是0.1秒 我的速度是0.1秒 0.1秒 我的加速度不是等於ΔT分成ΔV 記不記得 單位時間內所變化的速度 我的單位時間多少 噢 它是1秒 它還是0.1秒 沒有 0.1秒的時間之內 它速度變成0-1萬 從1萬變成0 對不對 所以加速度多少 加速度變成-10萬公尺 加速度 很大的加速度喔 假設東西是1公尺的 它可以產生多少牛頺能力 -1萬 它是可以產生1萬牛頺能力 -4萬牛頺能力 -10萬牛頺能力 -10萬牛頺能力 聽說 這個東西趕快飛 它很快很快很快 看突然間撞到一個 太空床 太空床 -10萬牛頺就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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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10萬牛頺力很大 -不知道 -不知道 -看一球趁著我才784 -10萬要幾個我 -好多個 -1個 -10個我多少 -7800 -7800 -你老媽 -對不對 7800 -100個我多少 -7800 -7800 -它是1萬個牛頓 -所以大概是 -不是10萬牛頓 -10幾個我 -1萬牛頓還是1萬 -10萬牛頓 -10萬牛頓喔 -10萬牛頓 -所以是一百多個我 -10萬牛頓 -10萬牛頓 -我撞到一百多個我 -都撞到一百多個嗎 -是不是這樣 -你老是這樣很大 -這麼多 -每個都每個動機 -所以你看到 -車子跑越快 -它撞到你 -地道越強 -它撞到的幾個 -車子頭就會蜬盔 -對 -所以在外太空的狀況 -應該是 -沒有 -它都很壞 所以當我在外太空被一個太空波撞到 其實我跟手有的時候就不要它停下來 為什麼? 因為它根本沒有力量 我戳它一下就停下來 我給它4加1了 它怎麼會沒有什麼力量? 它速度很快的時候力量就很大 它可能產生的力量就很大 你看速度很快 我們剛剛講 你要把它停止 它速度從1萬 每個1萬公尺的速度要停止 它可以產生的加速是每秒-10萬 你加速度越大 加速度越大 加速度越大 不是力量很大嗎? 你力量沒有想到那麼大 你被推動 所以你就被撞了 它只靠一個手裡頭就可以 一腰或十萬元 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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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怎麼想? 要在想什麼? 只要 不要就是這樣 滑過來 因為它要滑 我一直就要 戳一下 為什麼滑的就要戳一下 我現在滑向你 你敢用手去戳它 一部卡車向你滑過 它速度這麼慢 我戳它一下就好了 戳它一下就好了 戳它 你想喔 速度如果很慢 你要就戳到 你要就產生加速戳它 它質量很大 所以它力量又很大 所以如果我往它推 其實我會推走 你推不動嗎? 你的力量不夠大 就會被推走了 沒有錯 就會被打 關於是怎麼了? 沒有 他想吃他 他想吃 力量不夠 我跟你講喔 當我在觀察出去 聽聽 沒聽進去 都是觀察你的眼神 對 你趴著 你跟我怎樣在聽 我都不相信 因為我看到你 所以眼神就好大 可是這時候我有在聽嗎? 對 憂鬱你的關係 憂鬱是一件好 再從這個公司 我再看一個事情 我在海邊 我在港口 在馬頭邊 我看那個軍艦好大一艘 大概一百噸 一百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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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艦看不見喔? 看不見 你在海軍節的時候 或者是軍人節的時候 有他們海邊的港口 都會有軍艦 在海邊的港口 自己去 想辦法 握著海邊 看到游艇 游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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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派一次 我們來派一次 游艇 如果停在那邊 你去推他 前面推得動 推不動 推不到 搞不好推得動 都推得動 你看喔 這質量不太大 這質量量是一百噸 我用10公斤的力 去推一百噸 推得動推不動 推得動 這關會有加速度 還是會有一丁 還是有加速度啊 加速度 隨著時間累積 是不是變速度 不對 我覺得推不動 對 因為啊 我可以一直推到 我覺得靠著他不可以喔 然後你就跌到台北 我就跌到台北 他就沒有移動啊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沒有 還有那個 還有什麼 那個 波道叫浪嗎 還是什麼 反正就是 他會 對啊 你知道嗎 液體跟固體 這段差別 液體是沒辦法抵抗 你看 側旁邊的地 他沒辦法抵抗 所以就算你推他 他那段有阻力 他就會移動 他就會移動 他停不住 他感覺這方面 你點不住他 所以你推他 他就受了一個力 他就有個下速度 他慢慢就會離開了 他慢慢就會離開了 所以你看喔 所以你看喔 好快一點 他轉彎了 所以FMA 很簡單類的公式 但是他事實上有個概念 在怎麼樣 對 說明啊 他不然他有個概念 他會真的可以像這樣 當然不可以啊 這樣當然沒辦法移動 是喔 當然是啊 我游泳會這樣移動 我在推什麼 我在推水啊 我們現在當然會講到 下一集會講到 叫做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關係 我這樣推他 我在推水 水會給我反作用力 所以我會向前進 是這樣的道理 這在空中可以嗎 在空氣中可以 空氣很稀啊 他給你的空氣 那個相對的無法也很小 很小 我們再看一個事情 這東西還不知道什麼 道理嗎 什麼是質量 想說那什麼是質量 外遠什麼是質量 質量 質量的意義就是什麼 質量的意義是什麼 物體的意義 質量不是重量嗎 質量 質量 一定有體積 不一定有體積 質量 嗯 好 質量有體積 真的有比較 比較特別的問題 來 學員你告訴我們 質量有體積 有質量體積 質量的東西一定有體積 到底說什麼意思 一定有 一定有 好 因為就算再小了 為什麼他還是有體積 呃 好 在相對的看起來 不一定是 像黑洞 黑洞 黑洞到你的體積 有 誰看得到 黑洞的體積我們都不知道 我確定 那體積不一定是大 我確定 黑洞是非常重的 對 非常重的東西 但體積多長我們不知道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 它是要黑洞 抽一下空間的扭曲 所以 有質量不見才會有體積 所以說在牛頓電動定律裡面 它講的質量到底是什麼 質量是什麼 質量是什麼 知道嗎 知道嗎 或許我們可以挑 會受力明顯的東西 然後呢 受力是怎麼樣 會受力明顯的東西 會 以後的質量都會受力明顯的狀態 再講一遍 會了 或許都不狀態 就是受力之後 我們怎麼從這個公司來看 這質量很大 這質量很小 那個地心理 做的開公司 跟地心理沒關係 這東西質量很大 這東西質量很小 怎麼去區別 質量大小 你用等量的 等力去推兩個東西 然後看 其中 跑得比較快的是什麼 同樣的大小 比較快的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 是哪一個 是哪一個 是比較小的 質量比較小 所以可以請大家跟你講 質量就是抵抗外力的大小 質量就是不想改變它慣性的大小 假如說 質量越大的 對 質量越大的 對 質量越大的 越容易抵抗慣性 越不想改變對不對 這樣講對不對 也是的 質量越大的 它越不容易產生加速度 我在同樣的力量大的作用之下 質量越大的 是加速越小 所以簡單來講 它越想維持慣性運動 它本來怎麼動 它想怎麼動 我質量這麼大 所以你不要理我 簡單來講 這個地球 我不要讓它是這麼大的力 它們理我 沒有 它們有理我 它的加速度很小 它加速度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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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基本上沒有感覺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說 地球的質量很大 我兩個人相撞 譬如學聯跟灌成相撞 那灌成就死了 灌成就背走了 就彈走了 我們可以說 兩個人解的質量比較大 我 學聯的質量比較大 欸 對不對 所以說你的學聯 它的慣性比較大 它不想被改變 對 我不想被改變 它不想被改變 那灌成的質量比較小 所以它很容易被改變 所以你看 從這公司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事情 第一個事情 力量 有力量在作用 一定有加速度 對不對 不管你質量太大 都會有加速度 對不對 對 所以要施了你 就像再大的 太空戰艦 我只會用小指頭 碰它一下 希望它們加速度 沒有 一定有加速度 有 對 只要加速度很小 如果這樣子 想要地球的加速度 都知道 要我爸 一定有啊 我會這樣 從這個公司來看一定有 證明 你從這個公司來看一定有 不能 只是它小到你可能沒有感受 拿多針 撐出去 有 有人真的牽球了 一起跳 對 有時候我們在開會 有時候我們在開會 我那時候在拼工廠工作的時候 我在開會 然後就 地球 那個地表就覺得 咚 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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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這樣一下就聽了 他們講這地震很特別 我們就是氣搭 不是 我不曉得 它那個神 對 結果快下班之後 不是下班 中午吃飯休息的時候 他們就講 啊那個 有一個工廠有一個摩子 那個摩子大概是 一噸多 那個在掉的時候 那個料斷掉 掉到地上去 欸 距離我們那兩百公尺 一噸的東西 掉到地上去 我們在開會那邊 就覺得有地震 一噸是多少 一噸是一千公斤啊 對 大概是十五個女 剛剛這樣大十五個 就會往地上摔 對 把十五個 軒女 往地上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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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概五十公斤啊 那就 那就是二十個女 哇 那如果 Dingo Dingo是什麼 Dingo Dingo70 Dingo70 好白喔 我該不會要啦 Dingo Dingo 休息 你偷定了嗎 有人在比是你 沒有啊 很好 你會不會像我一樣 多欣 多欣 趕快就數 好 多欣 多欣 你會做不接動 你會有概念的嗎 有一點 甜甜的 一個問題 只要他的力量不均勻 他一定會怎麼樣 好 動動動在看到什麼 移動 但反而也许有在移动,但不错移动就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讲受力不为0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什么? 对,一定会有什么? 一定会有不悲观性移动,这很重要 只要他所受了合力不为0,他一定会有? 悲观性移动 合力不为0的情况是悲观性移动 悲观性移动是什么? 就是不是关心移动 那是什么? 你可以解释是什么? 是受力的运动 那是什么? 就是持续受力的运动 那是什么? 加速度运动 就是加速度运动 那个加速度 因为你只是在讲我的问题 把我的问题转的方向在固定之类的 但是没有到一个答案 因为你会加速度 要长加速度运动 他悲观性没有错,但是什么叫悲观性运动? 就是关心移动 那是什么? 就是受力的运动 那是什么? 加速度运动 就是有受加速度 也就是你可以观察他的速度会变化 那是什么?